央视公开报道,一款先进的重气含进曝光领先西方30年 中国激波风洞到底有多先进?为何中国要打造JF-22风洞? 近年来,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增长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制造的快速发展 相应地带动中国军工制造的发展 而最近,中国央视节目就罕见公开了一款国之重气 这款国之重气可谓世界第一档的存在 究竟为什么这么前呢? 近日,中国央视节目的新闻频道罕见地公开了一款先进的风洞装置 名为JF-22激波风洞 并且电视画面还给到风洞内部的场景 这使得我们能一睹这款世界上最先进的风洞装置 为啥说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呢?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JF-22激波风洞时 将其称为领先西方30年 可见其实力 而风洞装置与国家航空航天水平有着直接的联系 我们知道,像飞机、导弹等飞行器 在制造之前需要经过大量的测试 但飞行器作为高空飞行物 需要在高空气压环境下测试 但成品没制造之前 如何实现这样的测试环境呢? 答案便是通过风洞模拟高空的气压环境 风洞有些类似于大型鼓风机 可以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通过吹风模拟真实的大气环境 而随着飞行器的能力越强 对模拟环境的要求也就越高 因此需要更高级的风洞 我们注意到 JF-22风洞是一款激波风洞 这种风洞主要便是模拟高超音速环境 也就是超过5倍音速的大气环境 那么JF-22风洞能做到什么呢? 答案是模拟30马赫速度下4到8万米高空的大气环境 30马赫也就意味着30倍升速能达到这种速度的飞行器 从中国出发抵达美国本土仅用15分钟 据获悉JF-22风洞的启动需要15000兆瓦功率的动力来驱动 在启动的瞬间总功率甚至能与三下大坝相比 因此能造出类似设备的国家属于极少数 而要具体说明 JF-22风洞在国际上的实力 还得先从其上一代说起 JF-22的上一代为JF-12机部风洞 这款风洞于2012年正式启用 据获悉像中国高超音速导弹东风17的研制 便得益于JF-12风洞 这款风洞当初在测试时便创造了一个世界记录并维持至今 在测试中JF-12风洞产生的风速达到了9码克 并且维持130毫秒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拿其他国家同类型的来比较 在JF-12风洞问世之前 全球最先进的激波风洞 是美国的RENS-2风洞 这种风洞利用加热压缩氢气体原理 创造7码克维持30毫秒的记录 而同时在JF-12风洞之前 亚洲记录是由日本建成的世界上最大活塞机部风洞 HIEST创架的 记录是7码克维持不到3毫秒 由此可见JF-12风洞碾压式的实力 然而到2022年JF-22风洞启用后 JF-12的记录便会被打破 而且还是远远甩开 因为JF-12风洞的记录是9码克 JF-22风洞是按照30码克的速度来打造的 而激波风洞实现的体现 则会直接影响后续高超音速项目的开展 除了测试模型机外形 风洞装置还需要测试在极端环境下 飞行器发动机是否能承受得住 这要求风洞需要能稳定地模拟出测试环境 此前美国测试一架名为HTV-2的无人飞行器 其速度一度达到20码克 但仅仅飞行几分钟便坠入太平洋 而此次测试也以失败告终 据分析 美国高超音速飞行员屡屡测试失败 问题大多出在超燃冲压发动机上 在上世纪70年代 美国就开展了高超音速飞行器测试 开始美国采用的是高超音速滑翔技术的火箭 在突破后便迈上了超燃冲压发动机 但是美国的超燃冲压发动机屡屡出问题 从美国在21世纪初启动的 一小时打变全球计划算起 20多年前 美国都没能研制出一款合格的超燃冲压发动机 很大一部分问题就出现在发动机前期测试不足上 前面提到过美国LENS-2风动能达到高超音速维持30毫米的纪录 但要打造一款成熟的超燃冲压发动机 其测试速度至少在60毫米以上 风动能力的不足制约了美国超燃冲压发动机技能 从而拖累了整个高超音速飞行器项目 这也就是为何中国能成为全世界最早列装高超音速导弹国家的重要原因 不过问题来了 既然JF-12风动就足以让中国创造出东风-17 那么JF-22风动又有何作用呢 几个月前香港南华早报有一篇文章谈到 根据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消息 目前中国成功测试了一款高超音速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名为协豹轰冲压发动机 可以将飞行器加速到16马赫 其飞行器能够在两小时以内抵达全球任意地点 区别于超燃冲压发动机 中国的协豹轰冲压发动机采用氢燃料 依靠飞行器在进行超音速飞行时 在发动机进气口产生巨大强度和高温冲击波 并且把冲击波转换为推进力 协豹轰冲压发动机相比较于超燃冲压发动机 能提供更有效率的动能转换 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优于超燃冲压发动机 相比之下超燃冲压发动机太弱了 消耗大量燃料而且不稳定 这个概念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 有一位名叫理查德·莫里森的工程师提出 他认为可以将冲击波转换为能量来研制发动机 然而这个想法并没有引起美国人的注意 反倒是中国研究人员家城镇 他们在研发协豹轰冲压发动机时 正是受到莫里森理论的启发 而如今美国在超燃冲压发动机研究上苦苦挣扎 中国却已经迈入协豹轰冲压发动机时代 那么JF-22封动的开发与协豹轰冲压发动机测试的时间点 又恰好吻合了 可以预见JF-22封动正是为协豹轰冲压发动机所准备 从而进一步打造17马赫飞行器 但是很显然这还不足以发挥JF-22封动的全部实力 前面提到30马赫意味着中国的飞行器 可以在15分钟内抵达美国上空 如果换成一枚导弹 那么这枚导弹几乎没有任何方式能被拦截 目前中国的一些弹道导弹能实现大气层外20马赫的速度 速度虽然快 但从地面升到大气层外部 或者从大气层外降到大气层也是需要时间 而这段时间就容易成为拦截导弹进行拦截的最佳时机 但是如果实现了大气层内高超音速飞行的话 所谓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传统的拦截导弹基本上就束手无策了 当然除了高超音速飞行器与导弹 JF-22封动对于外太空探索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比如此前被曝光的中国神龙空天飞机 可以实现低轨道高速飞行 能执行诸多任务 JF-22封动将有助于空天飞机进一步发展 再比如中国现在在研制重型火箭 相应的还需要研制大功率火箭发动机 而如果用风动装置代替实际测试的话 研发成本将会大大降低 最后央视还提到 JF-22封动将于2022年建成 同时多个项目也将同步展开 这意味着中国将全面迈入高超音速时代 高超音速飞行器将是中国参与大国竞争的雄厚资本 随着类似的武器不断与其他国家拉开差距 中国也将在进一步掌握国际话语权